大家好 批评书 关注包子局 包子局这一段时间 听北京的一些个造谣传谣的人说的 说这个北京西包子中南海下水道这边 最大的看点是西包子和李克强的冲突越来越明显 很多人都说西包子最近看着李克强也不舒服 就说两个人hold不住了 大吵了一架 很有意思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李克强最近的的确是越来越活跃 有人说他是过去九年多来 是最低调的一个所谓的土工中国的一个总理 其实他是没什么暖泉 都被西包子完全拿走了 你知道吧 那最近经济不好 我们都知道 现在李克强最后的这个年头 就开始哎 西包子都露不下去了 李克强开始露起来了 李克强这个人呢 他有时候还说几句人话的啊 总体来讲 你要是这个什么 就矮子你拔将军啊 那还是拔一拔李克强吧 那总共再怎么的也比包子这个垃圾强的好吧 是不是 说你我们看到这个李克强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 就讲什么呢 就讲说这个现在中国啊 一通乱口 知道吧 当然他主要是讲经济了 但是他虽然是讲经济 他是有所指的啊 就是要警告啊 全国上下啊 这个新挑战挑出预期啊 呼吁反对这个运动是冒进士一刀切的措施 你什么 尤其是这三个东西我们大家都明白的啊 就运动是什么是运动是 毛泽东他妈在共产党天天搞运动 大家记得吧 就是邓小平后来改开放吗 赵紫阳胡耀邦他们那个那时候 主要是赵紫阳胡耀邦搞的 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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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啊 后来基本上也形成一个共产党内的共识啊 就是以后不要搞运动 是吧 动不动于运动 三反五反反右运动 大跃进运动 华大革命也是运动 这个运动那个运动的是吧 那是邓小平也是个大跃进他也没少搞运动啊 比如说搞什么打什么三种人 其实也是运动是不是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运动是不是 还有最最臭不要脸的还搞什么 就是什么严打是不是 他也是运动啊 其实席包子什么也没学到 他就学到这些东西 所以呢 李克强这个时候说要反对运动是 反对毛巾是 那毛巾是什么意思啊 毛巾就是一通乱搞呗 毛巾的意思是先给自己定立一个牛逼轰轰的目标 然后忽悠大家一起大干快上 是不是 这不就是大跃进吗 共产党套路们最喜欢这样搞啊 还是一刀切 这也是什么一刀切 就是所有人都都都不管了吗 都要替习主席呢 不是一刀切是什么呢 是不是 当中国所有的大佬都都都想中南海弄一张哪头猪看齐的时候 你说中国他能好吗 其实他每一句话都是都是指向习近平的啊 就是你你如果说啊 你刚刚说考察经济上经济不好了啊 有新的挑战啊 大家都要好好的搞民营钱啊 这个好好的扶持这个好好的对待外资啊 是不是加这个提高就业率啊 就说这些个专业的话啥事没有啊 习包子估计也就真言毕了 反正他也听不懂 是不是 结果他搞了一个强烈反对运动是冒进是一刀切的措施 一旦反对中国的共产党这些年的狗菜包子历史 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的人你知道这个话明显的啊 打两个人打两个人的脸 一个是打纳肉的脸是吧 毛泽东那个那个僵尸躺在中南海 他躺在人民人民广场啊 他天文广场的僵尸打他的脸 因为运动是冒进是一刀切的发明者就是就是毛泽东 那第二个当然就打毛泽东的这个私生子啊 是不是习包子啊 是不是打习包子 习包子也是动不动就运动是冒进是是不是一刀切啊 薄熙来也是这么搞的 是不是毛泽东的传人都这么搞的 你们没有啊毛泽东 毛泽东传人家薄熙来 在在在在重庆唱虹打黑 唱虹也是运动打黑也是运动 就搞运动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东西啊 其实一旦搞起来呀 其实没人有好日子过 所以李克强这时候能说这句话 能说明很多问题 说明第一的中国的经济在乱搞 中国人是很有意思的 中国人如果说日子过得好的时候啊 他还有那么几件事是符合尝试的 你看以前我们在北京和经济学圈子的时候 那时候北京大学的周老师周启仁老师就参加了科思联会 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写的挺好啊 就是讲说这个中国经济这些年做对了什么 其实他的原标题叫什么呢 就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哎就讲了几点啊 内容我就不说了啊 意思又说在你日子向好的时候啊 中国人有的时候他能做对一两件事情的 但是你日子一旦不好了 哎你你发现中国人都是人来风 都是一群畜生都是一纳机 就开始搞这些妖娃子 就是就是李克强所说的 因为搞运动搞毛巾搞一刀切 越搞越糟糕 你说人吧 人我们人为什么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存在 因为人有灵魂吗 人有人有思想吗 人会说话吗 人有语言能力吗 一个有智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个有心智的人 一个有这个基本的判断力的人 你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居安思危是不是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在日子过得好的时候 你要多思考自己的问题 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 你要多赶紧找到自己的问题 加以解决 但是中国人恰好是反的 日子好的时候呢 大家就是就是唱颂歌是吧 日子不好的时候呢 大家就一通乱搞 就完全就是反反人类反常识的这么一个存在啊 所以李克强就说这句话嘛 说的说的我觉得说的挺好啊 是不是 其实我并不是帮你一个想说话啊 你个想也是共产党的培养出来的 共产党这个狗操保的体制 你能够从一个基层的这么一个人 一个大学生 你能够能够爬到这个位置 你肯定早就已经变成一个 一炮一炮一炮难尼了知道吗 但是他偶尔还是能说两句话 他为什么会说话呢 为什么说两句话呢 因为他共产党里面 他还是有一些个分歧的你知道吗 所以导致细胞子不高兴啊 他们说细胞子破口大骂 一开始在自己的办公室破口大骂 对着手下人一通乱骂 一通发脾气知道吧 然后骂李克强 骂这个国务院一通傻逼知道吗 一通搞 但是我听听诺德说的 这话不是不是北京的朋友告诉他 说诺德说的 说其实细胞子身边的人呢 都知道细胞子这个人呢 他的智慧 他的思想 他的他的观点 他的一切的一切就停留在一个良家河的时代 他完全跟不上一个新时代 所谓的新西时代 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时代 他就是用过去的脑胶牙的那套东西在治国 但是大家都不敢惹他 是吧 包括李克强其实也不敢惹他 但是你驾不住人家也好歹也是一总理好不好 而且他察言观色 他发现这个细胞子最近呢 也有点腿势 是不是经济狗难了吗 是不是 你过去大家猪一头猪都看得到中国的经济 李克强根本就说了算不了 都是什么什么叫做财经委员会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在搞这个事情 基本上是习包子说了算 然后王岐山和这个刘鹤 这么几个人在掌管中国的经济 李克强就是敲鞭鼓的 就是假不假是在那里当个总统 其实没什么权力 你这套东西玩不下去了呀 所以你看到刘鹤这样的大权在欧的经济的观点 最近屁都没有不说话了 他也不敢说话 因为搞糟糕了 估计被骂死了 人家不敢骂你 不敢骂包子弟 他还不敢骂你啊 不敢骂你 不敢骂你 刘鹤 他们有人说这个 共产党的经济搞成这样 肯定是要清算的 包子弟是 一般是 问题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包子弟是共产党的党魁 你清算包子弟不存在了是吧 但刘鹤就难说了 刘鹤一小小的副总也弄死你呀 看你他妈的当足狗 所以说包子就很不高兴呀 听见李克强说什么反对运动事 冒进事一刀切的糟糕 这个事其实过了大概十来天了 大概其实12月20号左右 发布的这个新华社发布的文章 你想想新华社很少去报道李克强 这种什么什么什么 具体的这么详细的言论的 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观点指示 重要指示都是包细包子嘛 你从这一点你就看得到 每次李克强出去搞个什么东西呀 就是中央电视台都不拍记者的 他们都到这个程度 人们也知道中央电视台都不拍记者 新华社也不管 有的时候去几个记者看了一下 拍了几个镜头回来 就扔到库里面 就不播了不放了 所以最后搞的李克强没办法 只好在自己的国务院自己的网站 在官网上面 然后释放自己的消息 说我去哪儿去哪儿了 我讲了什么话 但是这一次批评什么 运动是冒镜是一刀七啊 这个事情啊 是新华社直接发出来的稿子 你去看那个什么 你去看那个公号里面就有这样的稿子 而且还是十万家 很多人在看 很多人还打赏呢 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所以包子里气得要死啊 然后就破口大骂 但是他也不敢直接骂心 慢慢的一个想嘛 是不是 完了以后就 就对着自己的手下人一通骂 一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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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 说你他妈的 你可以想你算老几啊 老子只要动一个小手指 我就可以撵死你 就可以打败你 那这个话是毛泽东说的话 毛泽东当你跟牛少奇搞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牛少奇一通乱搞嘛 也就是搞的 搞运动式 搞冒军式 搞一道切嘛 然后饿死了他妈的个上衣的人 你知道吗 中国人真的诸葛不如 饿死了 完了以后牛少奇就看不下去了 就跑过去啊 跑过去他们呢 去跟毛泽东汇报 是不是啊 说主席啊 饿死人啊 这是人相识的 上历史的啊 上历史书的啊 我们以后都吃不了兜了走 毛泽东正在游泳 刚跟那个张玉峰打炮 打炮打炮了以后 在在中南海在游泳呢 挺着个大大大大来自啊 那么大的胸这样吧 肚皮也大 这上面也大 他们就很不高兴 就一句话不说啊 这个这个玉玉这个毛巾都没裹啊 完了以后就去光着个屁股就进去了 完了以后后来就开会 牛少奇还还以为自己是一人物 就拎不清知道吧 开会开会 结果林彪他妈的第一个挑战的反牛少奇 林彪怎么说的 林彪说哎呀 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是一个新政权 是不是我们总共要交学费的好吧 这是必要的代价 就是提出林彪的话去交学费 其实那个时候啊 林彪后来为什么缺起呢 那是因为牛少奇 毛泽东已经不喜欢他了啊 所以接下来就是就是提拔林彪 所以林彪迅速成为党的接班人 而且写进了宪法是吧 结果林彪也没好下场 所以当然牛少奇先没好下场 林彪也没好下场 是不是 这是毛泽东搞的话 你知道吧 你会发现 习近平今天也在学毛泽东这一趟 我他妈用一小指头去黏死你 我弄一锈管 我就可以把你射出去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他没有意思知道吧 但是问题是情况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今天还有林彪吗 你跟我说说看看 今天我跟你说啊 他们说共产党中南海内部的那些个政治局委员呢 个个都不吭声 就是没有一个人在像过去一样像林彪说的 哎呀像我们的习主席啊 是中国特色的社会领领的呢 我们总共要交点学费的了 没有人这样说 你说他们不知道吧 我都知道他们怎么不知道这样说呢 就别人都不敢再派细胞子马屁 在这样的一通乱搞的情况下 在经济的情况下 知道细胞子把国家折腾的完了 摆家摆的差不多了 都没人说 所以你说你你你你你习近平真的 你你用一个小手指就可以把李克强打打吧 你打不到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跟你说 你只能眼睁睁的就区别 本来你压身体又不好 你你你你你喝酒了 你一身的病 你都被被窃死了 窃死了才好的 习近平以后就跟毛泽东一样的啊 绝对的我跟你说啊 就是只有他有一天如果死了 全国人民就喜大普温了啊 就是习主席感谢你 习主席万岁啊 你都死了就喊你万岁 为什么呀 因为你终于说对了一件事情 你压终于挂了终于死了 那几二百五傻叉 谢谢